請教市長 去年休場券1.0的時候 使用期限大概是四個多月 然後當時期限到了之後還剩下不少票 居然沒有用完 那這次使用期限只有 看起來只有一個多月 那就有議員質疑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 使用期限太短了 有沒有考慮要延長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又是科學 像悠遊卡 如果我們說它儲值以後 然後沒有限定時間 它就變成剛性需求 它有用它才會去用 它不會去多用 所以這個使用期限大概很長的時候 那個倍速效果會下降 所以這個也有科學基礎 你使用時間很長 它就不會特別去用 它變成它有需要的時候才用 你給它縮短的時候 它才會擊中 那才會產生倍速效果 你陳秘書長再後動說明明 再衝一下去年 我們那個執行的成果 這為什麼我們用數位券 其實我們很多數據都可以做統計 在去年的話 我們發行了三波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對 那這樣子第一波的話 發行的天數是59天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使用率是75% 第二波發行的天數是57天 使用率是72% 第三波發行的天數是31天 使用率是70% 也就是說 那種發行的天數 剛剛紀事長講的 你把時間給拉長 那個使用率呢 那個鋼琴需求還是在那裡 但是你把時間給縮短 它還是可以達到七成的使用率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既然是振興的話 還是一種短期的一個刺激 對店家來講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 它在一個月內 或是一個多月內 就能馬上 收到他享受的這樣一個款項 我想這個部分 是對鎮青來講 是比較有幫助 你如果時間把它給拉長的話 對持有券的消費者來講 他就是慢慢的把它消化掉 在時間之前 他把它用掉就好了 哈囉小讚 熊讚跟我一樣也戴著口罩了 那馬上呢 就要請熊讚呢 跟市長打個招呼 跟長官打個招呼之後 熊讚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請你幫我站在右手邊的位子 我們一起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熊好券2.0好不好 好 那我們首先呢 來看一下大螢幕 今年推出的熊好券2.0 總共有六種票券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方開始 這個住宿券 熊好住啊 想購券 運動券 市集券 藝文券 這些大家都很熟悉 今年特別增加了農好券 好這個農好券呢 是針對休閒農業來增加的 所以今年總共有六大票券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我們這次推出的面額 張數跟份數我也快速的念過去喔 好住宿券 面額是五百元 每一份兩張 總共有2.3萬份 想購券 面額一百元 每一份有五張 推出的份數是最多的 四十八萬份 一文券 面額一百 每一份五張 推出四萬份 運動券 面額一百 每一份五張 推出四萬份 農好券 面額一百 每一份五張 推出四萬份 再來看到市集券 面額是一百 每一份的張數是十張 那總份數是七點三萬份 熊讚 你現在很激動的 要跟大家講 所以這一次 全部加起來 總共推出了多少呢 熊讚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六十九點六萬份 有六十九點六萬份的熊好券啦 請大家趕快來登記喔 六十九點六萬份 好熊讚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看一下喔 這個市集券呢 很特別 剛剛說 它的張數 竟然高達十張 每一份的張數高達十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分散使用的通路 所以市集券有包含 市場券四張 夜市券三張 地下街券兩張 以及最上面看到的通用券有一張 總共十張 希望大家呢 可以分散到不同的通路來使用啦 這是市集券的部分 好 所以六種 六種 六種當中呢 跟去年不一樣的是 大家在登記的時候 不需要再排序了 而是從這六種票券當中 直接勾選你心中 最最最最最想要的兩種 好 最想要的兩種來登記就可以囉 所以是六選二 謝謝熊讚 好 六選二 快來搶快來登記 好 講到快來搶快來登記 大家就會說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登記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 噔噔噔噔噔 就是今天十月十八號的下午開始 好今天下午開始可以來登記了 那我們登記的時間呢 其實也蠻充裕的啦 十月十八號到十月二十四號的晚上六點鐘截止 好總共有七天足足七天的時間 那請問在登記完之後 我們今年還要等嗎 噢不需要等囉 隔天 十月二十五號的早上 直接來進行抽獎 我們也會進行線上的直播 所以登記截止十月二十四號晚上六點鐘 十月二十五號早上抽獎 十月二十五號下午如果你有抽到熊豪券 下午直接就會拿到票券了 所以十月二十五號下午直接可以開始消費 持續到今年的十二月十八號 好截止消費 好這個是我們在登記及使用的時間 好接下來還要再看一下喔 那我們這次的登記方式有哪些呢 我們這次也開了多元的登記方式喔 首先就是使用台北通最方便啦 立即下載台北通直接一條龍完成 那我們也增加了網頁的登記 那如果你用網頁登記 那如果你用網頁登記 就要麻煩您要拿出你的健保卡 自然人憑證台北通或者是台北卡的會員 另外你也可以到統一超商7-11 使用他們的iPhone機也可以登記 所以是多元的登記 但是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使用台北通登記 如果你有中獎 你在二十五號抽獎當日的下午就可以拿到票券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 來這兩個綠色的點點喔 如果你是使用web網頁登記 或者是用iPhone登記的話 麻煩您一定要記得在11月3號 以前註冊成為台北通的會員 那票券呢會在隔天11月4號 系統才會派發票券 所以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還是要來下載台北通 對不對 無論如何都要下載台北通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下載台北通呢 所以請大家盡量可以多多使用台北通的APP 好 那熊讚謝謝你告訴我們要多元登記 最後最後我們今年增加了一個虛擬等候排隊的機制 大家看到這個手機螢幕可以告訴你說 好快要輪到你囉 那目前人數有多喔 請稍後顧到一分鐘 那我們在左手邊可以看到有一個可愛的阿伯 還有跟大家說 那個我是這樣想啦 登記人數眾多請耐心等候 重點是先登記又不一定會先中 所以請大家耐心等候 10月18到10月24開放登記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年修好券2.0的規則 阿伯大家有了解嗎 有的話呢來一個熱情的掌聲啦 好 謝謝熊讚 謝謝熊讚跟我們做了這麼多的介紹跟分享 那熊讚就麻煩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囉 待會再麻煩你出來囉 Hi-Fi一下 謝謝熊讚 好 那麼熊讚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大家以為今年熊好券2.0難道只有這樣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有針對消費者針對店家還推出了四大家碼 所以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一下四大家碼的同時 要邀請柯市長來到台上 給我們進行終極加碼的小遊戲囉 好請市長一起來到台上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加碼的板子 好請市長我們站在這個位子 那我們有一些小道具要先給市長 我們先幫市長 好這個 麥克風跟小道具 市長首先呢 我們上面是針對消費者 下面是針對店家 針對消費者的部分我們有一個熊好特店裡 特店家碼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使用想購券 運動券跟藝文券 你到這個店家來消費 花三張一定要花滿三張就是三百元 會再額外贈送幾張 三張 三張 好掌聲鼓勵 花三張送三張 哇那這一個呢 這一次我們想購券額外提供了四十萬份 運動券五千份 藝文券兩千份 這也要請教市長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店加碼 那去人花熊好券一點點 就大家一拿到你知道 因為那個連鎖店 第一個它依化程度表比較高 第二我們國安的消費習慣會去連鎖店 所以我們全家全聯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今年在想說 如果再用套用去年的模式 又會出現那個10%的店家吃掉90%的金額 所以現在方法就是說 要引誘你去這些地方 因為你去消費者他還會再給你倦 那這樣就 這個叫政策導致作用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大家一開始就去 我要的電器消費 現在有這個的話 他就會想那我先去 反正這個用完還可以 然後三百 還有花三百還有三百 就會把他引誘到這些區 那像運動產業你知道 我知道健身房在過去三年很慘很慘 所以健身房還有衣文券 那個像這個也是 就受傷比較慘的產業 把導克作用 目的是這樣 是的 所以要去支持商品特店 健身房 支持介護藝人跟演藝團體 這個是特店加碼 花三張送三張 三百送三百 這個要解釋 不然本人家說 戰略邏輯是什麼 就是 引導你去某些特色的商店消費 因為你還可以再拿到新的 是的 那如果沒有這些 他就全遇獲風到便利商店去了 就不吃光了 所以這是有政策引導的 好再來市長 這個是 應該是秘書長發明的 就是我們有 這個是個文化 因為我們 我要求做完什麼政策 一定要寫檢討報告 要做數據分析在檢討報告 是的 所以這是有政策引導的 就有點這樣 當作開大義學院的教育 好 那接下來每一個 我們都要請市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政策的面向 再來是百中選一 就是活動期間 如果你交易的尾二馬 是多少者再送一張零零 這邊呢也先容許我先解釋一下 也就是說 如果我是第一位 去使用想扣券的 我沒有再獲得一張喔 我如果是第100位 表示我是 後面有零零 那我就可以再獲得想扣券一張 那如果是第200個 去使用運動券的 也是零零 那我就可以再獲得一張 這部分也要請市長來分享一下 真的這樣啦 一開始我們是想扣券 是抽獎比賽嘛 你去抽到 抽到汽車 抽到什麼 百萬贈送 那只有一個人爽而已 這個是 這個你小妹妹 百個 你就可以再抽一張 這個叫做 這也是在經濟學上 你知道 你把財富集中在少數 比方說你 你一個人就有1億的財產 賺了1億塊 那你不會怎麼用 因為你不曉得幹什麼 可是你1億如果一人1萬塊 分給1萬人的話 它在市場上產生的倍數效應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也有科學基礎 你財富集中在一個人他去消費 消費不多 你要分散 每個都去消費 所以產生倍數效應會比較大 這策略是這樣 所以我們以其這樣 你抽到一台汽車 就一個人爽而已 如果每個人都抽到 大家都會大量的消費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在辦樂透 我們是在辦市場陣線 這個邏輯 很像在上課 好深奧喔 好 這個科教授 科幣 我現在腦筋還在轉 所以大家還是要時時刻刻 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自己的手機 就是看有沒有中獎 這個請大家要時時刻檢查一下喔 所以莫良馬是0.0 好 那市長這以上呢 就是針對消費者端 民眾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是針對店家端 那首先有店家激勵 這個很明確的 就是請大家可以多多要數位轉型了 加入我們的熊好店家 所以如果店家收券 會獲得幾%的回饋呢 就是5% 那這部分是使用在住宿券 運動券 藝文券跟農耗券 店家只要有收這4種券 好 比如說每100元就可以兌換105元 那這105元是由市府呢 來過去的 就是這樣喔 他客人買100塊嘛 因為免費 但是我付105塊給你 為什麼這樣 你想想看喔 為什麼我們在 我們的計程車 不太喜歡裝那個悠遊卡 不喜歡用悠遊卡 要收現金 因為悠遊卡 現在我們是有進步到 第二天前就可以給你 可是他如果收現金 100塊就100塊 那收悠遊卡 要扣千分之 我那時候希望壓到千分之 千來百分之億嘛 其實很多 我們目前很多電子支付 你知道 那個要抽成 你賣100塊出去 可是那電子支付 把你抽掉 算1%還算是低的 像信用卡 會抽到4% 5% 當然 這涉及商業機密 每家信用卡公司不一樣 所以店家你知道 他的潛意識就是 我要收現金 我不喜歡收這個電子支付 因為還被電子支付抽一層 抽掉一個% 所以想說 那這樣好了 如果電子支付 把你抽一個% 我現在這樣壓 5%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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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抵消那個電子支付的call 當然這個是希望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有一天台灣電子支付 全面推廣的話 我相信那個電子支付的% 會下降 但是在推廣階段 還是要給他一個 support 所以這個策略就是說 我們要有 若驚引導他專心 沒有的話 他就是 一直收現金就好 但是我也認為 只要台灣的無現金交易 達到一個程度 像有的 我相信在大陸那邊 好像有的是 就不抽成 為什麼 因為他在賺利息就可以 因為他大量收那五千金交易進來 他在賺利息就好 他覺得那量大到 他可以這樣做 怕我們台灣現在還沒有普遍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變成要說 我們在政策引導 鼓勵所有的小企業轉型 希望說把台灣的無現金交易 是市場做起來以後 將來那個電子支付的%會下降 這是策略目標 沒辦法 好 那這邊容我補充一下 店家激勵呢 是有四種票券 那剛剛特店加碼是三種票券 剛剛這個白中選一呢 是六種票券都適用 這邊稍微提醒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 最後一個針對店家的部分 有店家體驗券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熊好特院店家來加入 並且更熟悉我們熊好券這種 比較數位化的操作 所以提供了五千份的這個想購券 是給予商圈的特店 一萬份的市集券 是給市集的店家 這個是針對店家再額外給他們的想購券 跟市集券囉 好這是以上 那就希望我們的民眾端 還有店家端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的用心